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在武漢協助先生的協展現場呢 遇到了一位資深的柯蜜 哈囉大家好 我叫立凱 我來自台灣 所以簽名是柯蜜給你簽的嗎 是他簽的 但是他買的時候是簽的 不是當場幫我簽的 你見過他嗎 有見過兩次吧 兩次 上面那照片就是我18歲的時候 我去他的夏令營 然後有一場比賽我就受傷了 然後我在爆炸的時候 我就看一個高高的人走過來 我抬頭看就是Coby 那你最喜歡的那一雙鞭筋的人嗎 有啊就是81分 你哪來的藥啊 誒 厲害嗎 刷臉 你們拿起來看一下嗎 這應該是Coby的18吧 對 這種PE都只有她本人的尺寸 然後四壽版裡面有寫那個當天的日期 2006年1月22號 因為P1版它做起來的時候 並不知道它會拿到七分 所以不會有這些東西 然後這邊紫色 P1版的比較淺 然後四壽版的比較深 深紫色 這當初我賣了二三十雙球鞋 我才買這一雙 賣了二三十雙 然後為了買這一雙 它的價值就可以 530人就讓它玩 對 它那雙喝十一的黑人月 為什麼要插了一張酒票 這個 這雙是KOBE11帶 但是它不是KOBE穿的 它是現在胡人 胡人新人 那個一號 拉賽爾 它的GU 這是它的簽名 然後這是那場比賽的票 我那場剛好在現場 在現場 我之後又收到這雙鞋 那就非常有意義了 對啊 我就想說 那我一定要把它一直留著 因為我的最後一次 對啊 這是它的簽名 對 2016年2月2日 星期二 Nissan KOBE拿了38分 是它最後生涯的 第二 除了最後一場以外 第二高分 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 對 那這個時代 有一個高王 第八號的球衣 擺在一起 有什麼意義嗎 這是一套 這是它最後一年 聖誠聖誕節穿的 這是它的球衣 然後 這是它上半場穿的球鞋 那下半場穿的球鞋 上半場穿的 穿的算高王 下半場穿的 對 它中場有時候會換鞋 但這兩雙是沒有穿過的 它今天有出聖誕款 但是沒有穿 後期都開始都穿自己的皮衣 都不太穿 它市售鞋子 我看這雙 柯4挺特別的 能給我介紹一下嗎 這雙也是聖誕節 這雙也是聖誕節的 這雙是 其實是ID版本 但是 Kobe穿的PE是亮皮的 它ID原本是這種皮革 然後 我真的找不到PE 也沒看過有人有 所以 我就請人家幫我把 用皮革 然後改成這個亮皮 我為了它的完整度 所以 這個就是改 原本這邊 漆皮的部分就是 沒有光澤的皮革是吧 你又定製的是嗎 就是請人家加工上去 因為真的找不到 我真的想要有那一雙 但是真的找不到 我完全看不出 對 我也是 就是 就毫無PS痕跡的樣子 就像它那個57分一樣 就是為了完整度 因為你當初不知道 你收得到PE 你就會先想辦法擁有一模一樣 這雙當初只有 只能ID出來沒有失手 然後 有配得出跟Kobe一模一樣的人 一模一樣配色的 但是材質 沒有辦法一模一樣 很多人都配得不一樣顏色 所以要找到一模一樣的 有點很困難 所以我也是 找了很久才找到 這雙鞋 那你現在有沒有 就是還想入的 柯比哪一雙鞋 當然沒收到呢 目前 可能就是它冠軍賽的PE吧 冠軍賽的PE 對 這真 很應該 我沒有看過有人有 對 對 其他基本上 想要的應該都有 這雙鞋也沒有反對 就是 以前會唸 但是最後就 久了就麻痹了 麻痹了 又買鞋 看完了你 對啊 等於現在還是買自己穿不上的鞋 對 對啊 這些鞋你應該都不會上甲子穿的 這裡面把船都實施好了 哦 對 對